今天來做一道 觀眾朋友跟我點的牛奶鍋 其實呢不一定要到冬天才會吃鍋 其實現在你看這個坊間 街上那麼多火鍋店 大熱天進去裡面吹個冷氣 哇吃也很過癮 那在家裡有時候不知道要煮什麼的時候 一鍋火鍋很方便解決一餐 那今天的牛奶鍋呢 我會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熬一個最簡單的高湯 像我自己在做火鍋 我最喜歡的高湯 就比如說像放一點雞肉或排骨在裡面 這樣子呢就是一鍋天然高湯 吃得到肉也喝得到這個高湯的鮮甜 好那我今天的牛奶鍋 我用排骨來當湯底 你要用雞也可以 用這個剁好的雞肉塊 比如說像你是防土雞啊 或者是文昌雞都可以 然後排骨買回來 洗乾淨之後冷水下下來 因為記得這種有骨頭類的冷水下去燙 燙起來會比較乾淨 然後加一點鹽 鹽再燙這個排骨 再去除雜質會更乾淨 然後我這個排骨呢 是到超市買的這個叫胸排 你看你自己如果你喜歡軟骨 或者是豬小排都可以 反正你就挑那種肉多一點的排骨 因為做完湯底之後 還可以吃排骨肉 好在燙排骨的同時 我來處理南瓜 其實牛奶鍋跟南瓜鍋 基本上是一樣食材 差在有加入南瓜泥 栗子南瓜我覺得蠻好吃的 香氣也夠 有時候我們家裡呢 你的南瓜吃不了那麼多 你可以買這種小顆的 還蠻方便的 來處理好的南瓜 下去蒸 中間放一個小碗 你蒸的時候呢 它的南瓜水會被它吸進去 蒸好的南瓜會比較乾鬆 比較漂亮 那這個南瓜蒸的時間 來冒煙開始蒸20分鐘 好燙好的排骨 直接你把這泡泡撈去旁邊 從它滾的地方拿起來 其實這樣燙起來排骨 它就很乾淨了 你就直接拿出來 好我這裡準備3000cc的鍋熱水 把排骨放進來 如果你排骨喜歡吃多一點 你可以放多一點沒關係 再來蓋上鍋蓋 小火熬高湯 那其實差不多30到40分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補充一下 一般熬高湯我都會教大家 鍋蓋打開 因為這樣子你的湯比較不會濁掉 但是今天是要做牛奶鍋 南瓜鍋 所以你湯灼掉沒有關係 來你看照這個方法蒸出來的南瓜 非常的乾鬆 然後再加上水分都在這個小碗裡面 記得喔 趁熱趕快把南瓜拿出來 要不然冷掉之後 它裡面的水很有機會 機率很高會再跑出來 來這高湯也快熬好了 我來快速做一下火鍋的底料 一般在家裡自己做火鍋 底料就你看是要用大白菜 還是用高麗菜都可以 像我今天我用了這個超市買的韓國大白菜 然後再放一些你自己喜歡的火鍋料 來那今天火鍋的肉片 我用的是雞胸肉 那當然看你自己 如果你喜歡牛肉片 豬肉片 羊肉片 都可以 我自己我覺得 那種雞肉片也蠻不錯的 雞胸肉也很方便 買回來 這樣子切成薄片 要吃的時候算幾下就非常好吃了 火鍋料我們就簡單擺一下 擺好之後來 最重要就是這個湯底 那高湯已經熬好了 現在要來製作牛奶高湯 要製作前先調味 鹽4小匙 味醃4大匙 其實加味醃你就可以不用加久了 白胡椒粉3分之1小匙 一點點提味就好了 好這個火鍋湯底的高湯熬好了 好做到這裡 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剛剛在熬高湯的時候 我很想加一個東西 但是因為剛好沒有了 就是小魚乾 你放一點點小魚乾 一起下去熬這個高湯 做火鍋非常的棒 你們可以試試看看 好這裡 好了之後來要來加牛奶了 記得調味一定要先調 來牛奶這裡我講一下 牛奶呢 比較常見的做法會有三種 一種是鮮奶 另外一種是奶粉 最後是鮮奶油 來我一個一個介紹 如果你要做出品質好的牛奶鍋 用鮮奶是最好的 因為鮮奶很耐煮 你再怎麼樣熬怎麼樣煮 它不會有產生這個奶花出來 就俗稱的油水分離那種感覺 好再來 如果你家裡剛好有奶粉 用奶粉也可以 只是奶粉香氣 它跟牛奶比較不一樣 奶粉香氣會比較濃烈一點 其實我覺得好喝的牛奶鍋 那個奶香是要淡淡 你可以鮮奶跟奶粉調出來的這個牛奶 兩個混搭 再來第三 鮮奶油 鮮奶油有分動物性跟植物性 我個人是不推薦鮮奶油 因為鮮奶油你下去 當這個牛奶湯底的鍋底 它在煮的過程中容易產生奶花 然後你在撈的時候你就會感覺 這個牛奶鍋怎麼感覺 上面很多看起來不是很好看的飄浮物 或者是一些渣渣 那個就是有加了鮮奶油才會造成這樣 所以今天這三種我都幫你們呈現出來 給你們參考 那我最推薦的就是鮮奶 再來是奶粉 好這個時候 來600cc的鮮奶 直接沖到高湯裡面來 這個比例是我自己覺得 味道剛剛好 如果你喜歡牛奶的這個奶味重一點 你可以加到700、800、1000都沒關係 這看個人口味 來 牛奶鍋更好吃的秘密武器就是加 起司片 真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看 起司片加下去 整個牛奶鍋的味道會更濃郁 那起司片就是 早餐 有時候會做這個三明治的這個起司片就可以了 起司片下去 它會隨著這個湯裡面的高溫 它會融化掉 那就直接融在這個牛奶鍋裡面 這個就是牛奶鍋的湯底 已經完成 來 再來 這位觀眾朋友說 順便可不可以叫一下 南瓜鍋 沒問題 南瓜鍋 就剛剛蒸好的南瓜 你要準備一個這個細的濾網 正常啦 是會用一點點牛奶 用果汁機一起下去打成泥 那我現在教你這個方式 就是你不用用到果汁機 或是有些人家裡沒有果汁機的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拿一個細的濾網 然後把它塞 你就直接這樣子塞 把南瓜泥給過篩一下 它出來會更細緻 過篩完的這個南瓜泥 來 就直接把這個牛奶湯底 沖下來 因為這裡剛剛有這個南瓜泥 所以我就剛好去洗它 剛剛好 我剛剛的南瓜泥是加 這一邊煮好牛奶鍋 1000cc的高湯下來 這樣子攪拌之後 就變成南瓜鍋的湯底 你看喔 一種湯底 然後不同做法 加一個南瓜下去 就變兩種鍋底 蠻方便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南瓜鍋的朋友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做 這個呢絕對是100%天然又香甜的 南瓜牛奶鍋高湯 好再來就直接把好好的這個湯 我們直接加到你的火鍋料裡面來 今天的牛奶鍋完成 做法很簡單 只要用對比例材料 你也可以在家裡煮出一鍋 香濃滑順的牛奶鍋 還有這個100%天然香甜的南瓜鍋 明天晚上你也可以準備材料 在家裡自己煮出一鍋 好吃的牛奶火鍋 跟家人一起享用火鍋吧